劉花妮 劉花妮 為什麼你擔生那麼久啊 因為我覺得 可以等到那個對的人出現啊 首先要高 高喔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 我們以後生了小孩 就不會被蓋火鍋啊 那除了高之外呢 還有 要 有運動細胞 運動細胞 因為這樣子以後 就可以陪我的小孩打籃球了 喔 還有 要有方向感 方向感 因為我是路痴啊 如果他也沒有方向感的話 這樣我們兩個出去就會一直迷路 我覺得這條件還蠻容易的啊 你一定會找到你喜歡的對象 對耶 你看吧 其實我是騙你的 我桃熊 永烈日當空 海巡檢 兵之發先鋒 欸 陳辰 有沒有妹可以介紹啦 妹嗎 對啊 你喜歡什麼類型的啊 我要高的 高的喔 對 為什麼啊 因為我怕 我有小孩打籃球被蓋火鍋啊 嗯 那 除了高還有什麼條件 還有聰明 聰明 對 聰明 為什麼 因為 什麼都可以練 只有身高和腦子不能練 嗯 我想想看 欸 李尚 怎樣 嗯 你方向感好不好 方向感喔 應該還可以吧 不然你考我看看啊 好 我們想想看 那你知道怎麼從 營區這裡到高鐵站嗎 從營區這裡到高鐵站喔 對啊 嘖 你就營區門口出去左轉 就到高鐵站 哦 嗯 不錯喔 欸 我介紹一個男生跟你認識 蛤 蛤 不用啦 我現在很忙齁 而且我根本不需要人家介紹好不好 可是我已經幫你監聽過了耶 你先操一下他的電話啦 哦 好啦好啦 幾號你說 0945 201 314 那我把你的手機也給他喔 蛤 你把我電話給他幹嘛啦 你敢給你就死定囉 欸 你真的不能把我電話給他啦 欸 欸 阿兵哥 原來是你喔 長得還蠻可愛的嘛 欸 今天是他生日耶 來祝他一下生日快樂好了 欸 蔡先生 你看 你幹嘛 來 劉芳林 知道我生日的時候來我FB祝我生日快樂啦 唉唷 不錯啊 那你有沒有回他 沒有啊 不好意思啊 幹嘛不好意思啊 害羞喔 害羞什麼啊 跟你講 你就直接傳簡訊給他 約他出來啊 這樣就約他出來太誇了吧 怎麼會啊 所以我可以先傳簡訊給他啦 我晚上好再找時間傳簡訊給他 好啊 那你傳完簡訊先給我看一下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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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個小巧克力喔 這樣 喔 我知道了 蛤 代表什麼意思喔 就 因為你不喝咖啡 喝熱巧克力的話表示 你這個人 不苦悶 然後 很熱情 然後 心地善良 孝順父母 然後也 勇邦夫玉 啊還有我想到了 你今年很適合交男朋友 劉醫師 有人請我拿東西給你 好謝謝 劉醫師 我又多買一個蛋糕送你吃欸 不用啦 你像是想買過給我而已啊 沒有關係啦 買了都買了 不然 你請我吃飯好了 這樣我還可以順便拿蛋糕給你 好吧 好 那我想一下 那我們約花盒子好了 就約晚上六點 好 那我們到時候見喔 嗯 好 掰掰 掰掰 YES 你等很久了嗎 沒有啦沒有很久啊 好喔 哇 你這樣看起來怎麼這麼高啊 這樣才165嘛 我看都170了吧 沒有啦 我穿高跟鞋 165 是喔 好 真的很高好嗎 那我們先去吃飯吧 為了讓自己有起床的動力 我都睡前寫簡訊給他 然後就立刻關機 起床的動力就是 早上開機看他的簡訊 欸 你的手借我一下 你知道這個章是幹嘛的嗎 就是在 部隊啊 放假就要假單 然後這個章啊 就是我批假單 專門在用的 然後我這次啊 回部隊啊 要經過10天才能放假 所以希望這個章 來替這個假單 讓妳可以有喝醉我 放這個時間假 然後 我車子也差不多要來了 我會順便要走了 然後 我回去以後會很想妳的 我再傳簡訊給妳 拜拜 天啊 被電到了 天啊 被電到了 我會兒 我會不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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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小時候有沒有抓周啊 有啊 是喔 那你抓到什麼 抓到一個印章啊 印章 原來這就是抓周的秘密 秘密啊 是啊